哈哈哈 就直接下班了 等下組健身團 好 好 好 我是自由高 今天的主持人 是Kirby 大家好 你要去抓 你要去抓皮卡丘 沒有 因為 那個 幫我插上去 好 好 因為那個Ginney大宋是由這個修鬆團來主辦 那現在就是有五個人在這個 團裡面當團 就是團組的所以現在就覺得說要 輪流一下然後所以 就是 就交給Kirby 歡迎Kirby OK大家好我是Kirby 那很高興歡迎大家來到 今天第二十 第二十次的 GinneyB Hackathon 那剛剛小明星大家已經知道Pokemon Go 好 請大家一起跟我講 假的 Pokemon開放了嗎 練習當假的看你就不哭 你不要太哭 好我們今天還專心的收一下 那稍微再給大家 複習一下 GinneyB Hackathon在幹嘛 他其實就是一個人跟 收的結合體 這邊有個收 把坑收集過來 然後就會有很多人來跳 這其實是一個一天的活動 然後他的流程大概這樣 9點40我們開始提案 這個東西事先已經在 Google Spreadsheet上面已經有登記了 然後會到10點半的時候有個自我介紹 然後中間就是不斷的吃飯跟跳坑 還有穿插一些短講跟導覽 在下午的時候 大概到5點的時候 大家在這邊跳坑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成果出來 我們會在5點有一個成果報告 這個就是看大家的狀況怎麼樣 你不一定 你如果沒有做完 你不一定要上來 如果你沒有提案簡報 你說不定有成果 你還是可以出來報告這樣 那早上的提案其實3分鐘 一個人3分鐘 那下午有提案1分鐘 我們會把它卡掉 那這邊其實也有一點沒有提到的 大家介紹完自己的專案跟自己之後 你要怎麼填坑 你要怎麼知道前面有個洞 你要去跳 剛剛那個宇昌稍微有提到 你可以到HAT.GINB.TW.7 當起黑客通共鳴 然後你可以在這個連結裡頭 找到有個提案證據表 你可以看到右邊有一些 已經有一些的提案了 這邊的專案已經有一些地方了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去找到 你有興趣的專案 那你需要急著跳進去嗎 我覺得這邊是可以去找兩下 就是你應該要先去找到 你自己的坑 這是所謂的坑圖 你有沒有你的坑圖 OK 那你要怎麼找到自己的坑 剛剛那個 spreadsheet 右邊有專案真門的列表 你可以在這邊看看 是不是有補合你的需求 有一些朋友來這邊 可能會擔心我不會顯扣 我有沒有辦法跟上大家 大家不用擔心 你可以看到這邊 已經有一些不一樣的需求了 甚至有人做了一個這樣的貼紙 裡頭有各式各樣的那種不同的專長 其實都會有需要的人 甚至是如果你自己 對於這個 真的要去跳坑也不熟悉 你甚至可以自己提案 那有些也已經報名專案的 提案的坑圖 你要怎麼提案 我們這邊做一些小提示 第一個 你要做什麼 你要把它清楚地定義出來 然後呢 如果可以的話 你先提出一些初步的作想 這樣大家可以比較輕鬆的發握 接下來就是你需要什麼樣的幫忙 你把你的幫忙列出來 人家才會知道你要怎麼樣被幫忙 那最後還有一點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成果必須要開放 共享 這是一個G0E專案的最低的需求 你的專案做出來 你要跟大家分享 你的成果要開放 這樣大家才能接著去幹 如果有一天 因為真的是不能繼續做的時候 可以繼續幹 那 剛剛還提到一個重點 早上的那個 簡報 簡報都有時間限制 早上是三分鐘 所以真的會被看透 所以請大家要注意這一點 那另外一個 如果你今天有一些需求的話 我們可以建議大家 你有一個想法 你不要問說 你們可不可以做XXX 你要說 有沒有人要一起來做XXX 或者是 你今天如果要說 我要做XXX 有沒有一起來這樣的做法 然後如果有一個東西 你覺得可以做 那你也是主動去說 那我也有一個東西想做 那大家是不是要一起來說看看 所以整個大概 它的流程是一個三分鐘提案 組隊Hey 這邊可能 可以大家再試下去看說 我們把對足錢 然後接下來 下午 弄發表 那這邊其實有一些朋友 可能是 第一次來的 那有一些小訣竅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次 怎麼樣第一次 參加黑客中就上市 我們這一次的黑客中 跟之前的稍微不太一樣 我們準備了這個 黃色的背心給人穿 這是給那個 GDP大使 就是如果你在放裡面的時候 你沒注意到一個按鈕可以按 你點了 我是GDP大使之後 我們今天就會強迫你 穿上這個黃色背心 然後 反正就找那個人就對了 你今天不知道幹嘛 然後你也不知道你要怎麼辦 然後你就找那個人送他 就這樣 或者是下午一點半 有一個 一條龍的導遊會 我會有一位 一個 我們叫他PTK的 他帶大家 我們在這邊看一下大家的狀況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其實 因為有時候坑主不容易辨識 我們要讓他更容易辨識 舉個例子來講 這是一個普通的瓦肯仁 這個瓦肯仁非常普通 可是呢 幫他戴上了這個坑主辨識裝置之後呢 他就變得非常顯眼 那這個東西其實不光只是說 我們戴上之後 你可以辨識他 比方說這邊有48個人 如果我們今天幫他戴上坑主辨識裝置 你馬上就可以找到坑主 就算這邊有48個人 你還是可以找到坑主 當然其實如果你今天 就算找到坑主不知道在幹嘛 桌上有立牌 你可以去參考 這個 這個 這個立牌跟剛剛那個 避障 我快要掉不上去 這個是我們等一下解報完 會統一發放的 我們來看一下示意圖 這個是一個 好 OK 那剛剛是一個大家可能會一起需要知道的事情 其實還有很多事很重要 今天畢竟是一個大家一起參與的活動 所以其實還是需要請大家遵守一些規則 比方說我們希望這是一個無騷擾環境 不管你是不同的種族 年紀性傾向等等的 我們都希望大家互相尊重 所以你要避免有這樣子 攻擊或騷擾的行為出現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 在這邊 跟另外一個應該是101 是不是 那邊有個會議室 我們可以在這邊開幹 但是這邊要禁止飲食跟 被開的飲料 OK 那當然我們今天會準備 豐盛飲食 剛剛大家在前面的那個遊城圖 有看到 早午餐 午餐跟下午茶 我們來這邊又吃到飽 OK 披薩 炸雞 我們每次都會放一下這個圖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這個 Hackson活動 它其實是有大家一起 捐款贊助它活動的 所以說 它每次營運的經費大概是要 三萬塊左右 如果大家 願意支持這個Hackson活動的話 你可以到一個那個 OCF的網頁上 我們這邊跟那個OCF一起 弄了一個那個捐款項目 所以 這邊你可以在這邊 認領大眾G0V G0V大眾 或者是外面有一個那個 香油箱 你可以投錢進去 這樣我們下次活動經費 就會有著落 好 還有一點就是 在上一次的Ginme 撒命 因為那個 瑞昂資訊 他們是我們的 贊助商 那個時候 我們就是會預計 下一次的A眾會 一起聯名舉辦 然後他們也提了一個案 叫政府資訊 預算大多數 這個等一下那個 村長還會提案 OK 那今天的開場 我們大概到這邊 那接下來是不是就請 各個專案的 那個 我們留下來 報告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位是 村長 OK 來 來 來 按摩 谢谢大家